世界半導体设计第三大理想公司 在南科基盤台南办公室的担当店内 理想公司建筑台南 台南市政府是非常露建基性 未来的党资金服务有选择设计 有过会可以带动一千多的工作机会 市府中的尽数来协助这个导资案顺利完成 世界半導体设计第三大理想公司 驾驶在南科基盤台南办公室的担当店内 现场邀请行政医副医院省农金 经济部长王美华 南科管理局局长苏正港 台南市府指定赵清晦 理想公司主管丁朗 共同委办公司大楼进行冬土技术 请用产 第二产 共同平安 请用产 第三产 一切缘和之相 请用产 台南市府指定赵清晦会代表企业出席 在行政医和管理局协力之下 南科发展已经在今年八月通过的环平 现在过去上公司建筑台南 相信半導体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那也跟大家报告 在行政院还有台南市政府 跟科学管理局的协力之下 我们第三期的这个南科的发展 已经在今年的八月通过了环平 那我相信在东京卫力科创 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南办事处的这个动土典礼 一定是未来更为精彩的半导体 下一个世代的开始 未来台南市政府将会积极来筹办 有关于我们科技业在台南投资的各项事务 行政上的协助 行政医副医长 并且非常欢迎世界第三大日本第一大 半導体设备公司 可以来南科设立台南办公室大楼 将会当究竟服务 将会设备和保育在地人材 也希望大力在半導体 共云联合部 可以共同发展到成长 这个办公室营运中心 扮演的角色 就是有RD的味道 紧接着呢 又可以来帮这些客户 因为透过它的技术的提升 然后把设备的升级 让顾客来提升它的产能 这是可以说 让顾客感到相当的忧喜 这个营运中心 不只是我们一个办公的基地 更是将来很重要的技术开发 还有就是我们的设备的持续的更新 就像刚刚省副院长提到的 设备是半導体生产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希望我们的设备 能够一个世代 一个世代的持续 共进给我们的客户 让我们有更多的产出在台湾 台南市政府标识 立昌巴特帝建筑南科医疗 如果可以带来1,000多 有的工作机会 营出其副中的尽数来 协作这个道主案 可以顺利完成建筑 继续消息 维尽化库 彩虹波特 我们下期再见